1949彼岸到此岸 落土生根成家园 吉安荣民与眷村的故事特展 目前在吉安浩克艺术村生活馆展出 这个展览深入吉安的眷村历史隧道 从初期慌乱中居安重建 到中期开始安身立命融入生活 后期生根台湾子孙成群的花莲子民 其中的生活缩影及简定故事 都在特展中微微道来 欢迎乡亲历龄欣赏 吉安湘公所实地拜访 四处收集文史资料 重塑吉安湘眷村的文化光谱 乡长游蜀生表示 眷村里的梅扇门 一卡皮箱一碗面 背后都有一段大时代背后的轨迹故事 在展览当中可以看到 荣民长辈们闭露蓝绿开墾拓荒精神 同时也可以细细体会 思乡融合挑战背极艰辛的心路历程 吉安其实在近代的文史里面 荣民荣眷跟我们的眷村 定代文史非常重要的记录 大吉安有四个眷村 有我们的胜利东村 胜利西村 我们的复兴新村 还有人代新村 所以荣民荣眷的故事 是代代调传 落得增加一个家园 来共构的地方 所以不分族群也不分政党 这一只鼻箱来到台湾 这一只鼻箱 把整年成为传家之宝 更是我们的区域 有记录的一个文史 一个鼻箱 这一次也在我们展览的展场中间 1949彼岸到此岸 落土生根成家园 吉安荣民集眷村故事特展 呈现了吉安乡四个眷村 两个肯区的文史记录 透过文字、照片、老物品 让民众回顾吉安眷村的历史记忆 和文化特色 展期从基础起到9月4号 开放时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4点 每个星期一修馆 邀请民众一起到吉安浩克艺术村的 哈嘎生活馆 来探索眷村交融族群文化 介入理会吉安乡报道